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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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們先來歡迎 我們非凡女手法的大家長 陳聰圖先生 還有我們今天的策展人 白世銘教授 還有我們的蔡佩蓉女士 還有我們蔡佩蓉建設董事長 陳百公先生 還有我們畫廊協會的窩窩的 陸傑敏老師 陸老師在哪 還有我們亞洲藝術中心的總經理 李宇勛先生 還有我們九九藝術中心的總監 張靖恩女士 然後再來是我們香港保育開賣的亞洲總監 林亞偉先生 還有我們第一次開賣高級總監 彭立華女士 好 再來是我們的金屬金屬工業有限公司總經理 范文光先生 還有我們的文基因機構董事長楊冰通先生 好 再來就是我們藝術家 藝文謙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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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南老師 另外還有藝術家陳建大門老師 還有藝術家Kamon老師 還有藝術家陳鋒當代藝術協會的各位老師 他們也都在這裡 所以可以請歡迎他們 好的 我們也在主辦單會 為大家至少對稱的感謝 然後感謝大家百名之中 來歷領我們這個開幕茶會 然後首先我們先歡迎我們的策展人 白士銘教授來上台為我們講幾句話 那幾位女藝術的這個重要的核心的領導 那個市長的這個認識 然後從那個時候開始 就對陳總在大臺人地區 就是 應該說重金打造這個一個這麼優美的 然後應該說這個CP值很高的豪宅區的一個美術 就是這樣的一個萬聖 我想對他個人這樣的一種 樂上套事 然後提倡人意的這樣的一個精神 一個實踐 真的是值上這樣的大的這個 這個感謝 然後這一次呢 因為黃民軍老師是 在去年年底跟今年的年初 在台東美術廣稱號了一檔 蠻大型的一個雷遊的一個展覽 然後就探討就是大學共識會當中 就是這個 很真 跟這個文化 跟這個 異景之間的一種關係 然後邀請到老老師參與 然後從那個時候 其實我是 很早以前就非常主任他 那沒想到他就是秋當宇 那個藝術中心 就是怨如的老公 然後好像直接一夕之間 先把這樣的關係聯繫起來 然後搭起這樣的一個合作的橋樑 那今天真的很高興就是說 有這樣的機會 更完整的更有戲 更大規模的來展示 然後是他1989年以外 就是近30年左右的創作立場 各位一定可以看到他那麼 不只是數量 而且是能量強大的創作力 那為他這30年的努力 有一個揮謀的場合感到震驚 我想在座的很多他的收藏家 還有很多他的那個粉絲學生 都是可以共同見證這一刻 我作為一個台灣美術史的研究者 事實上應該是說 台灣美術史是由這麼多 露秀的藝術家所見過的 那麼我們只是在旁邊 那個山風點火的人 出一張嘴巴 我想這一次的戰略 真的是在很多人的目的之下 特別是在馬老師跟他的夫人 因為他們的一個幾十年的 這樣的一個努力的創作 讓他們兩人一起共同 努力這個文化藝術試驗的 這樣的過程當中 才累積出來 沒有一個這麼好的賤內豬 那個大家一定沒有辦法看到 馬老師那麼多成功 我們也給這個賤內豬 請王愿如一個溫暖的掌聲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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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多大多大的一個跳躍 不能講跳躍應該是說 自己在從一個學生時代 然後開始走向藝術創作 變相台灣的藝術發展 或全球的美術的一個藥動 脈動的過程當中 我們可以看到他是 不是跳得很高 又跳得很遠 所以我覺得他的這個努力 是特別是在台灣的中心 被留學當中 不只是是一個佼佼者 更是應該是一個 非常內斂 具有持續力 又爆發力 這樣的一個藝術的領航子 作為藝術的研究者 我來講 其實我一直認為 台灣更需要這樣的一種 藝術家來帶 那麼今天真的是 很高興就是說 他集結了他30年來 更不同階段的 藝術創作成果 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等一下也會針對 這個色光理論 他是同樣被經營 被探討出來 那他如果從一個早期的 像東向探 也受開照的一種 對於色彩利用 一直進入到 在用更科學的理論去 發現這個 涉及世光 光機設的 色光合影的理論 來完成他這麼多 多重的 多元的一個藝術創作 各位一定可以 一定非常感覺得 非常的驚訝 或者是好奇 就是說 怎麼樣成為一個 寫實的 具象的 這樣的一種 比如說 對雨啊 對荷花啊 對人物風景的描寫 進入到一個 好像完全是抽象的 意識的 甚至是 帶有一個 哲學冥想的一種 科學領域 我想這就是他的作品當中 不斷不斷在鞭策自我 以及不斷在前進 創造 一個當代性的 一種當 當代的一種 一種 一個求真求實 求變的精神 來明出來 那 這位次呢 我想說 我是非常大的榮幸 非常謝謝 各位的這個參與 那就是 我們這個 主辦單位 所有的同仁們 那就是 秋刀宇的 那一個 藝術中心 唱給一個 做 才有今天這麼精彩 在部長的時候 我們的主任說 為什麼 我們 是在變黑的 那 我進來看一下 我說 老師絕對有老師的道理 那他不是黑色的 這個顏色絕對不是黑 他有一點灰 灰黑 所以 老師是一個好色的人 那好色他在聞顏色 那如果我真的講一下 他剛剛是一個色號 那色號他用三個顏色 紅 黃 綠去變化他 很精彩 畫他那一點線條 創造出色光感的那種藝術 我想這個街檔 每個人進來 他會感覺非常特別 在部長的時候 就有很多 藝術人士 走到裡面 的街檔 真的很特別 他說 我偷偷來看過的 那 像這樣的展覽 這檔真的 我非常高興 一個 一個 展覽 展覽我想 會 不要收畫 而且由他的創作 去訴說 而且 我看了 我會馬上 把他的 畫作 傳出去 我想 樂意傳流 來一個特殊感 在那裡 別個人 大概感受不一樣 所以 謝謝 今天我一個 美國朋友 他的話可以賣嗎 請問可以賣嗎 好像可以 如果再度要收他的話 我想很簡單 複利 我們提供展產 我們並沒有收 新技能的費用 所以 他很省 很省 他所有 除了 這個廠的幾乎 不用以外 全部歸給 創作人 我不曉得 市長人 有沒有做經濟的事 我想是很省 我想 藝術家 給他一個很好很大的空間 做他發揮 既然很特別 我看到 大概 白修授 他在台北 他說 我很晚來看 既然 黃老師 自己在那邊 弄燈弄心 我說 這個到底要弄 我就慢慢看 今天 所有 展出的布置 都有 例如 創作的 黃老師 自己跟他太太 把他完成 這個非常不簡單 讓我們 只 我們的工作人員 都站在協助的立場 所以 既然 我非常 非常高興 這麼好的創作 在這邊展出 謝謝大家 感謝大家 歡迎大家 精神的力量 謝謝 謝謝總統 非常好 這次的 副展 我們那個 黃老師自己 親力親為的副展 以外 當然以 雲菲達美術館 管方自己 也是很大力的支持 所以我們再次 感謝我們的那個 陳總監 好的 接下來我們歡迎 奧郎協會 顧問陸潔明老師 來為我們說 幾句 感謝的話 第一個感謝 就是要感謝 當然是福利的陳總 他提供這個空間 今天蕭熊二老師不在 要在的話 根本沒有我講話的 這個機會 那麼 這個第一要感謝 第二個呢 當然要感謝 那個白世銘老師 對吧 他現在是我們圈子裡 這個學術任何代表 最最盲目 我剛剛看他眼睛 有點問題 我們藝術圈 需要你啊 這個 好好保障 保重 好好保重 再來就是要感謝 黃敏鈞 這個代表藝術家 在這裡出現 這十幾二十年來 我就是看著他 因為我也是在 畫廊協會做顧問 剛才白世銘老師說 他靠一張嘴 其實他沒靠一張嘴 他靠那支筆 那策展人 他的思想 他為這個藝術家策展 其實很困難 所以我們藝術市場需要 學術界的 藝品界 策展界 來為我們這個藝術家 訴說理論 做這個 這個學術的認可 是非常重要 真正靠一張嘴 是我 我就是從拍賣 走動藝術市場 說實在 就是靠一張嘴 那麼 又不是科班 又科班當嘴 要怎麼感謝呢 那感謝藝術市場 給我三十年的養分 觀察整個藝術市場的發展 那怎麼講呢 這個 觀察一個藝術家 第一個 我們看他的風格 現在整個當代掛帥 脫離傳統 什麼線條造型 構圖色彩 全部要反調 反調走出當代 走出潮的時代 這是一條路 對不對 等一下白世銘老師 可以支點我 另外一條路 就是在傳統發展的脈絡上 尋找機會 我覺得廣敏俊一直在傳統的脈絡上尋找機會 那墨內已經外光派了 對吧 這個修拉已經點苗了 他竟然想了一個光色合一 他把光用進來 其實他這十年來一直在想光跟色的關係 所以誰說紅配綠狗臭屁蓝配子不如死啊 對吧 那傳統的色彩學家就說紅配綠狗臭屁蓝配子不如死 我怎麼看黃敏俊就是紅配綠藍配子 其實夏卡爾也是紅配綠藍配子 但是大家就說他神秘感啊 他充滿了愛啊 對吧 所以我覺得響亮的不是顏色而是吊子 響亮的不是顏色而是吊子 也就是說顏色是音櫥 吊子是旋律 一個高明的藝術家 他的才華會把不好看的顏色 在一個組合之下 像古典音樂作曲家一樣 把它做出一篇好的曲子 一段好的旋律 這個時候不好看的顏色 在好看的旋律裡變得好看 好看的顏色 在不對的旋律裡會變得不好看 所以我覺得敏俊努力的在傳統 線條構圖色彩的脈絡下 從寫實走到 走到這個所謂的光 那他不是這個白老師講得很好 所以既然是在畫光 為什麼還要抽象呢 所以他在探討一個 從傳統脈絡之間 其實已經很難找到 在突破在創作的這種可能性 他還是努力做研究 他寫了一大本書 做這個光 光色合一的一個辯證 這個好像很少有藝術家 就想到這個問題 既然要做辯證 就要證明你畫的每一張畫都好看 假如你的辯證是對的 你畫出來是不好看的 那這會有問題 所以你會發現他的荷花糖 他從秋刀魚一直到他的荷花糖 他的畫室好像在桃園還在哪裡 然後旁邊有個荷花糖 這又說明 藝術創作的本質是來於生活 高於生活 他從他的生活當中 歷代多少藝術家畫過荷花 但是黃敏俊的荷花糖又不太一樣 各位等一下就可以看一下 所以我覺得到最後 我們在藝術市場裡觀察到最後 我們發現就跟藝術家本人有關 創作來自個人 每個人的努力 每個人的努力到最後一個結果 所以對藝術家來說 就是既然喜歡畫 就是好好畫 就是把畫畫得好看 然後呢 辯證跟解構應該是在理論上尋求一個可能性 但是最終掛在牆上的 被收藏家收藏的 還是要具備高的審美的這個效果 所以基本概念 所以昨天不是在黎晨聽到曹星成講 這個緣起信空真空妙有 有違法跟無違法的關係 就是說人是要有變化 藝術家需要改變 藝術家需要不斷突破 但是這個突破 黃明俊給了他一個結構的可能 一個理論 所以我覺得 光是看他這個人的努力成分就值得佩服 所以感謝 又有藝術家努力的在這個藝術市場 做出他的現場 事實上有很多的藝術家都在現場 其實都在糾結 在面對自己突破跟創作的路程當中 所以我覺得 感謝藝術家給我們這個社會 有了一個精神享受的機會 所以 謝謝主持人 給我這個感謝的機會 謝謝 感謝 感謝 接下來我們歡迎陳美建設董事長陳百貢先生 人們討論 為我們去講 ирован 那不是 祝你 各位女士 各位先生 大家平安 雖然蕭琼瑞老師不在 可是在陸傑敏老師後面講話 我不想像應該怎麼樣講 真的很榮幸 敬盡邀請我來 幫他在這次各展開幕講幾句話 我第一次見到女俊 當然是在一個畫展 應該是飯店型的畫展 然後我太太佩甄拜我說 我們去看一位藝術家的作品 很有意思 你一定可以喜歡 然後我到了房間裡面 一出來我說 天啊 這個人怎麼那麼像約書啊 今天他的頭髮稍短 再留長一點 那個鬍子是硬一樣的 我說這個藝術家很特別 他真的超像 因為我跟敏俊一樣 我們都是基督徒 所以看就特別有感覺 我說耶穌難道已經來了嗎 當然是還沒有啦 這個 所以後來就跟敏俊跟怨儒 變成好朋友 因為蠻喜歡他的畫作 然後因為有不同樣的信仰 然後就會有一些互相的見證 然後有時候會被他邀請到他家去用餐 然後更了解他們的生活 到他的工作室 了解他的創作過程 我們變成好朋友 然後後來我大概在 六年前 因為我是台南市人 然後北上工作 從事建築業已經有 四十六年的時間 然後六年前就決定回台南來創業 然後在台南我第一個拍師就是 是明徽犯的陳崇俊 我完全不了解台南 因為雖然我是台南子弟 可是我二十一歲就到台南 所以我朋友介紹我跟陳崇俊先生認識 然後我就打電話一整 不願請來問他 到底萬一台房子 定位是什麼 到底應該是走哪個方向 果真我拜師沒有錯 各位都可以看到他在整個台南在建築業是我們真正的對象 那那個時候 我們第一個案子陳美福貞即將完工 然後我們有一個門廳高六公尺 然後寬大概九公尺 那有一道牆 是大概有八公尺的寬度 大概跟後面這個差不多 高度有三公尺 然後我跟佩甄討論說 那我們到這個牆的 操作應該是怎麼樣來呈現 那佩甄說 那你不是喜歡敏俊嗎 然後我就很樂意很高興地要求敏俊說 你進來看一下這個空間好不好 然後他來看完之後 他給我的作品呈現之後 他講的這個作品的原由 他說我們都是基督徒 那你也知道聖經裡面 第一章創世紀 就在講上帝創造大地 宇宙大地 花了七天的時間 而是第一天 他創造的就是晝燈業 有晚上有白天 那就是要光 所以我創作的這個動機原有是由 上帝創造這個宇宙大地 第一天創造光來做這個作品 那也是今天大家看到的 其實就是光色合一這個概念 那我就很樂意的把這個作品完工之後 我對我的住戶做解說 住戶導覽 然後來參觀的好朋友啊 同業啊 我都會把敏俊告訴我這段話 我都創造上帝創造宇宙大地 第一天就創造光 光的顏色就在這裡 這個是一個宇宙的概念 因為我們門廳跳工有六公尺 那也在這個門廳的 馬天花塔創造了幾個圓圈 就代表宇宙大地 那這個作品呢 我很高興的就是說 我這樣介紹給我的住戶 我有我的好朋友 可是我常常回家的時候 我住戴堤經過門廳 我們也因為交屋才一年左右 我們常常會看到我們的住戶 在介紹這個作品 那我一次看到一個 歐巴斯卡 用台語 對著他的親人來參觀 你知道嗎 台南如果有人在家 他真的都會來 他真的會來 我告訴你 那個建設公司的老闆公 這個藝術家 因為他沒有辦法叫出你的名字 真的 那個老闆公 那個藝術家 他創造這個作品 就是商店 創造台北 他說什麼創世紀的那種 創造台北就有更 這就是耶穌家 他創造的這個道理 他的這個道理 我在旁邊聽 我覺得值得 值得 真的 我們覺得他像耶穌 他已經活出耶穌的樣子 傳道 所以這個作品 聽說是敏俊在台南的第一個作品 我們很榮幸 我們的公共設施能聽 有敏俊的創作 而且還蠻棒的 那今天更高興 敏俊在台南的第一個畫作 各長 就在贏位 謝謝長長修 真的是 衣食物 我們 這個在台南 我們覺得 常常來這邊看展覽 然後讓我們感染 我們在北部做建商 沒有的 這種文化氣息 我們是很同臭味 然後回到台南之後 讓自己 盡量的變成是 藝文氣息 比較濃厚的建商 所以我覺得很謝謝衝突修 那當然今天是引進的各長 那看了他 應該是我看過你的 各長裡面面積最大 作品最多 而且是從你創作的 多少年 二零幾年 1989 1989 剛剛那個 松明書有看到 一直到現在的過程 那 白教授都有 習俗的很清楚 也從此 我在 當然更了解 你所謂的作品 那我們今天很榮幸 能夠 建案裡面 也有你的作品 那我們公司第二個建案 也是來自於 你給我的啟示 所以我第二個建案 就請名字叫 承美時光 十是 12345 就幾塊九十 我不是在自律性行銷 我只是在想說 身為一個建商 我們被藝術家影響到 我們連那個命名 我們都希望去跟著藝術家的 一些創作的想法去 讓這個案子 有另外一種呈現 這個沒有建築性行銷的人 不算了吧 好 謝謝各位 藝術的展覽成功 那很高興 那麼多的藝術家前輩 還有好朋友來捧場 讓我們覺得很興奮 凡然這是一個不一樣的地方 謝謝各位 大家平安 謝謝 謝謝陳董事長 我相信陳董的祝福 是非常幸福的 可以把一個藝術創作 跟生活空間結合在一起 然後接下來我們歡迎 我們的那個 秋刀宇藝術中心的總監 廖岳汝小姐 首先呢 我先謝謝那個陳總監 然後還有白教授 然後蔡姊 楊主任還有雲飛板的 各位的同仁們 還有這一次這麼精采的展覽 然後再來也要謝謝 今天從北到南 到現場來支持我們的 就是我的舅舅 然後還有長家好朋友們 那因為 因為我們 我就不要多說了 讓大家自由交流 最後呢 就是身為基督徒的我 我要感謝神給我們 安排這麼美好的機會 謝謝 好 謝謝 最後我們請黃敏峻老師 好 謝謝 謝謝 我謝謝那個 民飛板 那個總監 然後還有那個 蔡姊 還有那個 每個同仁 都被我操班 就是在 復展的過程當中 我們做了很多的調整 那也讓他們 忙碌了許久 那最後呢 他們的支持 讓這個展覽 順利的開始 非常感謝 這個雲飛板 提供這麼好的場地 來給 那個藝術家來做一個交流 並且給民眾呢 能夠有一個好的防禁 可以來觀賞 我想說 很難得看到說 進到這個場所裡面的時候呢 第一件事就是 奉上一貫草 對不對 那這個是免費參觀的 還給您貫草 而且還看說 你們要這個免的還是什麼 能這樣點 這麼貼心 那我們到其他的公立美術館 能夠有這樣的彈役嗎 先買一張票再說吧 那馬來的凤茶問題 所以呢 那個企業對美術的 這樣的一個奉獻 我覺得這是很感謝 非常感謝 然後再來就是 大老遠 全台灣各地 還不能世界各地 還沒有做到這樣的程度 全台灣各地 像黃立德老師 從宜蘭特別趕過來 還有我們台北的一些 那個藝術老師們 也是特別趕過來 但林德老師 當然沒有提到的 從嘉義過來 我們很多老師 在這個連假 那麼難買票的時間 都能夠這樣子的支持 然後過來 真的很感謝 那回去的話 如果要站著回去 真的很抱歉 因為很多是 站票回去的 買不到票 站票回去 真的很抱歉 那還有就是 我們畫廊界的很多的好朋友 很多好朋友 很多畫廊的那個朋友 真的是 從大老遠 他說 有一位畫廊的朋友 他就說 他從來沒有捨棄打到 顧求的機會 來到台南來參加 這樣的一個 開幕式 我覺得非常感謝 然後再來 他買不到票回去 只好再錄一碗 所以說 我們也為了台南創造 國異 然後這個 這個當然是 很感謝他們 那謝這麼多 真的是要謝天 那以我是基督徒來說 當然就不感謝神 那 剛才那個 百動爺爺爺說了 說 看起來我像耶穌 那 我在高中的時候呢 還沒有留堂公 把道包連去旅遊 結果有人說 你像一個明星 那我很高興 我講說 像郭富城嗎 還是像劉德華呢 像誰都不重要 結果他跟我講說 你像誰 你像耶穌 原來耶穌是一個明星 那時候沒有留堂房 沒有留父子 就被看出原貌了 好 那再來呢 更妙的是我 法師忽然間 在25歲 就落腳在桃園的觀音 這個就妙了 所以耶穌在觀音 有沒有聽過 所以我的觀音 法師 常常被拿來講 就是說 我在公平說 我的法師在觀音 或是說 把他說觀音法師 有人就說 你怎麼可以說觀音法師 你到底是 有什麼目的嗎 因為我是基督徒嘛 所以很多基督徒 就敢問我 所以後來我就敢 黃敏去法師 就不敢說觀音法師 好 那在地的 就有人就說 那個 觀音裡面有的是耶穌 觀音鄉 好 第二次觀音區 有的是耶穌 就是這麼 這一次的展覽裡面 等一下我會跟白老師做座堂 那 在 之後會有一個導覽 那 也很感謝大家來參加之外呢 希望說大家能夠帶點東西回去 除了 不只帶點東西回去以外 好 還有就是能不能 在這個展覽之中呢 去認識一些 對於 光跟色彩的關係 好 那這個等一下 希望說 在接下來的階段 可以帶給大家 一個 突了 肚子 突了 肉體上面的需要以外 還有一個 心靈上面的滿足 好 能夠帶回去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黃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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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瓜 們